一星期一本书 再忙也不忘记充电 各位好 我是主播刘春 依旧是在流洋河畔 向您问好 今晚和你分享的文字 来自于无名大书 陪你最久的人 不是父母 不是爱人 人生百年 长路漫漫 总是荆棘不断 从小到老 浮沉变幻 总是身不由己 这个世界 谁是你永远的港湾 谁会一直陪伴身边 父母把你养育 父母却会老去 爱人对你深情 爱情却会淡然 这个世界 陪伴你最久的人 不是你的至亲至爱 不是别的多珍惜你的人 而是唯一的自己 是你的坚强 陪你戒掉彷徨 人生的泥泞 我们陷进去 很难拔出来 有时候胡思乱想 有时候患得患失 不被在意 被人伤害 我们内心千疮百孔 这时候 我们唯有咬牙坚强 支撑着自己走出阴暗 向阳而生 拼尽一切 唯有足够坚强 自己强大起来 才不畏惧失去 才不会因为 遇见一些始料未及的事 而陷入彷徨 唯有足够坚强 才会活得无所畏惧 即便真的有风雨的到来 也能泰然自若 是你的勇敢 为你撑伞前行 谁不曾畏惧过 压力重了 想要放下过 心理委屈 想要逃避过 可终究 我们还是克服了困难 在压力巨大的时刻 选择了迎难而上 从而战胜了自己 是你内心的勇敢 成为了你前行的助力 是你内心的勇敢 让你更加地所向披靡 是你内心的勇敢 成就了无畏无惧的你 是你内心的勇敢 让你不断拼搏 取得佳绩 是你的品行 让你收获更多 遇事时不抱怨 拥有平常心 交际中不欺骗 揣真心待人 是你的好人品 铸就了你的好口碑 在荆棘的路上 得到他人的信赖和认可 是你的好人品 奠定了你人生的地基 让你不管遇到什么 都能从容面对 足够靠谱的你 总有人陪伴 足够懂事的你 总有人珍惜 乐于助人的你 总有人帮助 心真品正的你 总有人支持 是你的心态 让你借交借造 人这一生 岁月不会一直静好 总有起风的清晨 总有暴雨的黄昏 当我们遇见了逆境 要做的事 不是胡思乱想 而是放平自己的心态 乐观地去面对 足够包容 足够坚持 足够坦然 这才是我们面对挫折 最该有的样子 你的好心态 必会成为你前行的支柱 让你屹立不倒 帮你成就自己 陪你最久的 不是你的父母 也不是你的爱人 而是你身上 所有发光的品质 到了一定年龄 你会明白 这些品质 究竟有多重要 它是通行证 让你结识 更多的贵人 它是好口碑 让你永远都问心无愧 希望你我 保持好品行 不忘初心前行 走出荆棘路 拥有美好人生 好了 今天的文字 就和你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的话 欢迎你在门末 为我们轻轻地点个再看 明天的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各位晚安 好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